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庙住持月印法师常常诵经修行足不出户 月印法师养有一条狗 每次法师诵经时 一敲目鱼 这条狗必定会摇着尾巴前来听经 跟着一起念佛 狗狗非常有灵性 坚持吃素 每次看到僧人也会顶礼磕头 可是过了十多年 狗狗也老了 甚至染上了病 皮毛掉落 但是狗狗却依然每日坚持听经念佛 有一天 月印法师告诉他的徒弟说 这条老狗染病了 你们把他拉出去杀了 徒弟听了惊讶万分 师父平日心地善良 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 更何况杀了这条养了十多年的狗了 究竟为什么要杀害狗狗呢 弟子不敢违逆 只好将狗叫出 但又不忍心杀他 只好暂时将他拘禁 不让他前往听经 谁知 过了三天 这只老狗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溜出来 跑去听经 月印法师看到后大惊失色 对他的徒弟说 你们没有杀掉这条老狗 可能因此坏事了 于是 法师赶紧命令他的徒弟 赶到某村某姓人家去探问 果然发现 这户人家中有一个孕妇 生了三天都还生不出来 生命垂危 月印法师得知后说 你们不忍心杀狗 难道就忍心杀这个妇人吗 这条狗不死 妇人腹中的胎儿就无法出生 没有办法 弟子只好杀掉狗狗 立刻再去某家探寻 果然 那位妇人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了 原来 师父竟然开通天眼 看到这只狗狗投胎转世成人 天机不可泄露 师父就没有和他们提前说明缘由 果然 这个小孩长大后 经常到庙里来 而且每次都会依依不舍地离去 月印法师常常摸着他的头说 善哉 你果然不昧素根 但因你还有个小富贵未想 不适合留在这里 等小孩长大后 果然做了小官 家中亦颇有积蓄 到了晚年时 就常常寄宿在庙中 并大力出资整修老旧的寺庙和供养庙中的和尚 后来活到七十多岁才离世 前世是小狗 今生是高僧 这是定慧和尚的传奇人生故事 定慧和尚出生在四川彭西 八岁时 母亲第一次带她到慧生寺 她一到此寺 冥冥之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下意识地向庙户走去 庙后有一个小洞 里面铺满软草 但因为好久没有什么活物光顾过 显得尘分太过 定慧和尚一箭此洞豁然意气 自己前世原本是此庙里所养的一只小狗 当时就住在这个小洞里面 回忆起前世 定慧和尚又拳起身子 钻进当年自己住的小洞 不禁泪水连连 说不清是为了自己前世 是一只小狗而悲哀 还是为了现在又找到了 自己的归宿而欢喜 母亲听了儿子的故事后 也深信不疑 于是找到当年的那个老和尚 定慧和尚一见师父就哭着说 师父 你不认得我了 我是您捡的那只小狗呀 老和尚于是又收下了定慧和尚 既是我弟子 还回到我身边吧 从此定慧和尚出家为僧 专心修行 因果轮回真实不虚 正所谓 此生不畏今生度 待到何时度此生 就像前文中的狗狗 他前世为狗 但都因念佛诵经 种下善因 所以今生投胎人生 这就是善有善报的因果定律 佛经讲 人死为羊 养死为人 就是指人与动物的轮回 如今我们投胎成人 是罪账还轻了 或者是已还得差不多了所致 既然如此 我们人类就不能再做错事 要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行 不要再种下将来投胎成畜生道的因 如果今生不行善 经常杀生作恶 那么下一世必将会投入畜生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 因果轮回真实不虚 回看我们的今生所遭遇 不正是前生的果报吗 譬如说 你这一生疾病缠绵短命 这就是你前世杀业种的余报 还不是本报 正所谓 一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事 一知来生事 今生作者事 前世种的因 结今生的果 今生种的因 结来世的果 因果不是迷信 更不是自然法则 而是人生的道理 是我们行事的基本准则 真正学佛的人 要相信因果报应 懂得守本分 懂得去种好因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别人的福报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 可以获得大福报呢 什么样的人能拥有大福报 世间第一等的福报是什么 修行 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这是真正的福报 有机缘天天听经 念佛 是天下最有福报的人 真正修道人 生活 朴实 节俭 随缘 自在 祝佛护念 所以要知道 能放下的人 真正有福 一天到晚 背好多包袱 那人可怜 没有福 定是真正的福报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 不被境界转 在境界中 如如不动 这种人 有福 一心清静 身心没有牵挂 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这是真正的福报 福报 现前不能想 福报 要用来供养 一切苦难众生 福报 给众生想 不要自己想 这样福报 就永远想不完 福报 自己想 没几天就想完了 福报 给众生想 是真正的福报 福报 自己独享 很容易变成祸害 所以 世尊世线 在九法界 绝不世线 享福之相 福报 绝对不是为自己享受 而是为了接引众生 念念为众生 不为自己 这个人福报无边 经养 亲手不失 诚诚恳恳 福报最大 世上的一切快乐 都是从利他而产生的 世上的一切痛苦 都是由自利而引发的 人要有利他之心 福报才大 入行论一云 所有世间乐 惜从利他生 一切世间苦 咸由自利成 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只是从自身的角度 去衡量利弊 对自己有利的 好的 那就是好 反之 就不是好 这样很不对 这是自己太自私的表现 佛说 人不能有自私心 人要有利他心 你越是自私 没有利他心 反而越是得不到 任何好事与好的因与缘 都会慢慢地离你而去 你会失去人缘 越来越孤单 别说得到人家的好处 就连你自己的 应该有的好处 利处 也对你 去之不顾 没有自己 只有利他 懂得给予 也就明白了 只有给予 才能给你带来好运 与一切的道理 利他之心 与一切利他的行为 就会让你广结善缘 四方纳财 在你的外围 有善缘的存在 如果我们能长期在一个温馨和煦的环境里 人人和气 相互帮助 相互成长 面带微笑 其乐融融 这样的圣境 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 而这样的圣境 就完全是你自己来创造的 那就是要 没有自私心 只有利他心 处处友善的 那人人就是一个 有利于他人的菩萨 一念生 一念死 心念正确与否 也是要看这个心念 是不是利他 只要利他 就是好的心念 善的心念 就是能结善缘的心念 福报自然就大了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